我欢迎来到常熟轮美 我是常老师 今天是4月6号 我来讲一下 接着到北京时间4月6号上午9点 中国的F1签证的预约的情况 在四个签证点当中呢 北京上海沈阳依然没有可预约的时间 那么广州的最早的可预约时间呢 是在9月16号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中国的邮寄签证 就是递签还没有开始 第三呢 就是已经收到了签证预约的 预约到的同学呢 使馆呢又发邮件的通知 所有的移民签证 非移民签证 都直到4月16号之前的 这个签证的预约呢 都取消了 所以呢 你如果是预约到了签证 是在4月16号之前的 那么呢 你要重新去约 今天呢 是星期二 因为呢 昨天呢 是中国的清明节 所以呢 这个国内放假 上礼拜五呢 是Good Friday 就是 复活节的前两天 耶稣受难日 那么呢 美国呢 也是放假 所以呢 我们这周的第一次的 这个签证的播报呢 是在 今天 星期二 这个签证的情况呢 就讲到这里 还是呢 非常的严峻 我们的期待呢 签证能早日开放 大家呢 也可以呢 来考虑一下 第三国签证的 这个可能性 那么后人呢 在 星期六的上午 也会 联合呢 我们在 新加坡的 合作伙伴呢 来讲一下 在新加坡的 第三国签证的 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希望大家来关注 好 那今天要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问题 意见建议 可以在 视频后面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疑难杂症 也可以在微信 后面微信我 谢谢你 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